近段时间,这位香港阿伯,至少在我们大湾区这边,就很红,成为鼎流,红过落湖 藉着这个新闻,也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老年人的感情问题和感情的需要 阿伯是一位香港的老人家,今年76岁 他就是同一位,跟他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多岁 相差三十多年,相差三十年的一位女士,闪婚 三个月闪婚,为什么会报道这么多呢? 因为阿可伯都很舍得花钱的,听说在新太太身上 哇,只差一只... 龙凤鸭 龙凤鸭,送一只标都十几万的,那些首饰也有几十万起 为什么他们会上东张西望呢?因为阿可伯原来有五个子女 跟前妻,跟亡妻,他太太走了,走了九年 走了九年了,所以阿可伯这次算是再婚 由于他就花了不少钱,至少从子女的角度来看 觉得阿可伯是被人欺骗的,三个月就闪婚 而且结婚就拨命送货 还用一百万给...打盘做生意 对,打盘做生意 做熟食当 所以呢,他们其中一个子女呢 一个小女 那个小女本身跟阿可伯有一个联名的银行户口 然后当阿可伯打算把户口里面的一百万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没有了,原来有个小女把钱拿出来 接着说是怕自己的爸爸被人欺骗 是的,四百多万 阿可伯说那些子女毒吞了他的财产 第一期访问开始,何太虽然一直戴着口罩 那他太太是珠光补气的 他煲汤很叻 是的,煲鲍鱼啊,花胶啊等等,很补的 可伯的太太走了之后,他五个子女可能做事很忙 不是整天在他身边的,虽然在同一个城市 可伯每天都会到街市那里走 会喝啤酒,跟着就跟其他人聊聊 我听到这一段,就确实都有一些孤独 一个因,你说他有什么生意? 所以这件事会引发关注 除了大家可能不断在讨论 究竟这个新何太太是否骗可伯的家产呢 我们反而想从另一个角度去讲一下 其实这五个子女肯定是有事做不好的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场打仗 让双方是排兵暴阵的话 那我们至少知道可伯相当一座城池 那为什么他会被人攻得进去呢? 就至少人家是不断在那里发起进攻 明里暗里都是在那里做事的 但是呢,你的子女 我就当你那五个子女是守城的士兵 守城的将军 你们不闻不闻 你们根本不知道这座城池有哪几栋门 已经被人攻破了 你们还坐在这座城池的里面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闪门闪闪闪窗 不许关注这座城池的情况 在这样此消彼奖的情况之下 即使对方... 说句难听些 我虽然现在不敢说 这个是一个... 一定是一个骗局 我们现在先假设他 假设而已 即使他不是一个专门的婚姻骗子 即使他真的是属于可伯的真爱 他也是爱可伯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发现不同意的意见也好 即使是这样也好 你自己都已经有所疏伐了 你也看过有很多老人家 在老年丧偶之后 他依然有情感需求 至少我觉得这位何太 提供到情绪价值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 提供到充足的情绪价值 人家哄得他开心 人家关心他的胃 人家真的煮凉汤给他喝 有很多老人家 会去信一些保健品 有些年轻人 我真的见过的 在街市 那些年轻人和那些阿姨聊天 他真的是虚寒问暖的 所以作为那些子女 你在时候去谴责爸爸 时候去拿走那些钱 那事先你做了些什么呢 事先你有没有关心过他 情感的关心 一定要有的 不要哭 不要哭 具真是很需要人来理解的 他们一定要去趁过去 记得点赞关注哦